我這輩子好像都脫離不開綠色的光芒 好不容易跳出綠坑 又跳進另外一個綠坑了 跟綠色主視覺本土玉山銀行 合作發行聯名卡 不讓長榮國泰及華航中信卡 專美於錢 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自嘲 真的跟綠色很有緣 K粉同樣很有感覺 新宇股價三月一號開低走低 收在三十五點三元 連續幾天慘綠一片 不少人被套在四十塊以上 零股股東破一點一萬人 開臉書自救會成群討論 該怎麼辦 不斷強調量力而為 不少投資人其實看待K董 領導魅力願意投錢 二月十三號新貴股價十九塊 在起漲點 沒幾天時間 飆上歷史高點五十點五元 漲幅高達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董監事等大股東坐價差到貨 也讓股價下挫 還遭列處置股 此刻規劃增資 動機也被質疑 但張國偉澄清是去年 就規劃要引進心機而做計畫 第四季 他就已經虧一塊八 那這算是虧是蠻嚴重的 必須留意一個支撐點 在三十一塊 那是他的頸限 當然這個不是我的罪過 可是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們受傷 我還是一句話 投資要量力而為 對比虎航 華航 長榮 張國偉的魅力 讓星宇股價被明顯拉抬 分析師認為 K粉短線看來變韭菜 長線說不定能翻盤 三雄學照聯邦台北報導